2014經典明星公益棒球賽 週日下午在天母棒球場登場 有OB兄弟相出征明星隊 包括假日飛刀守陳義信 棒球先生李居民 萬人迷亡光輝等昔日球星 都身POB兄弟相戰袍 現場充滿暖暖的懷舊情懷 期待很久了 為了今天的比賽 我準備兩年時間 這些好朋友 學弟好學長 我們能夠繼續在一起 很高興 真的很高興一年一度的公益活動 我好久沒有看到我老戰友 所以心情特別high起來 說起陳義信 大家最耳熟能詳的 就是他的招牌拉弓 身為去年這項賽事的MVP 這次的表現自然也是備受期待 今年要拿MVP比較困難 我又沒有練 比較緊張 我想我就經理投 自己要拿出招牌 我球速已經沒有那麼快了 那我經理就適合 另外 曾經是兄弟練習生的 藝人蹦恰恰 不但也是OB兄弟相的議員 而且還會擔任先發投手 去年剛好第一次的時候 我錄影 所以沒有來 那我今天就很興奮 那能夠被列入OB隊 我覺得跟那些老戰友 大家在一起 這種心情非常非常的好 至於Sunstar明星隊 是由前5566團長孫協志領軍 當然是很興奮 那我們去年已經有一次 是跟明星OB隊對戰 去年的比數7比0完封 今年的目標就是要17分以內 然後一定要破單 孫協志儘管話說的保守 但今年明星隊可是注入一股棒彈新興勢力 也就是飾演電影KANO的主角 同時入選今年21U國手曹佑寧 讓明星隊的戰力大增 滿開心的 因為這些都是以前打球的學長 想跟誠信誠敗吧 因為他以前是一個很好的投手 一年一度的經典明星公益棒球賽即將開打 期待這些兄弟傳奇球星以及熱愛棒球的藝人 能夠帶給棒球迷充滿懷舊與歡樂的假日午後時光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